最近课纲修订纳入国中本土语言一周一节必修课的议题闹得沸沸扬扬 泰巴朗部落你说说工作室也借着全主语故事绘本发表来力挺 在发表会现场有30多位部落长者及幼儿共同参加 透过寻山故事绘本认识并了解部落齐老早年参与梳花公路开拓的历史 部落齐老一循阿美族传统米弗蒂金高祖林 泰巴朗部落李搜索你说说工作室这一本名为 寻山的全主语部落故事绘本正式发表 因为我们很希望说我们自己在做部落的事情 其实这边的尹娜妈妈告诉我们一些很多部落的故事 然后让我们很感动 然后我们回去寻找各种书籍就发现并没有记载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原住民的故事需要被写出来 然后这才是台湾土地真正的故事 所以我们才用绘本的心事然后让大家来认识 你说说工作室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填调查访部落齐老 将早期参加苏华公路开拓历史 透过部落艺术家以油画结合罗马拼音的主语制作出书 由阿瓦刘雨仙文字记录 艺术家莫里加蒂油画搭配绘制的寻山故事绘本 除了是一本记录部落齐老现代生活脉络 以族语为主文阐述 透过族语的语言文化 传承教育阿美族传统智慧宇宙世界观等文化意涵 是一本值得赏读的部落文化绘本 为什么要强调族语运用 其实阿美语的语会里面它包含了 阿美族对于宇宙天地神灵观 那这个是现代生活的我们所不知道所缺乏的 那如果你没有回到最原本的语言去认识这个文化的话 你会只剩下中文的脉络 那这是非常可惜的 那这也是我们接触老人家 频繁的接触才知道说这么珍贵的东西 我们不能再因为在现代生活里面就放手让它流失 透过全族语故事绘本的发表 离搜索尼搜索工作室来声援力挺课纲修订足语纳入必修课之外 致力附赠足语教育的离搜索工作室 也计划在各级学校巡回推广 甚至明年度将带着这一本足语绘本 进军西部都会地区加强推广足语文化 记者时遇蓝光复采访报道